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8章就提到12个支派里面 但这个支派就出去找地 不是说约书的时候 尖溝分地没有分给他们 其实是分给他们了 只不过他们在看那地方发觉不够胆 他们认为自己没有实力赶出当地的奸男人 所以一直都没有取那地为业 没有取那地方 结果就想自己再重新 自己的支派再找那地方 在找的过程当中 又是经过米家的家里 发生了一些事情 夹起两个故事中间 有一位叫利美的少年人 先撞进米家家里 后来就跟着弹智派 整个故事甚至有点灰谐 其实是 不过在《施司记》这个位置里面 以色列人读的时候 就一点都不感觉灰谐 上帝在地上看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就肯定不觉得灰谐 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 请听我读出来就可以了 有圣经的打开圣经 然后看看 17章第一节 以色列山地有个人叫米家 他对母亲说 你拿1100石刻的银子被人拿去 你因此就座并且告诉了我 看那这银子在我子女 是我拿去了 他母亲说 我怨耶华赐福愿你 米家就把这1100石刻的银子还他母亲 他母亲说 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华 好雕刻一个账 朱成一个账 现在我还事交给你 米家将银子还他母亲 他母亲将200石刻银子交给银杖 雕刻一个账 朱成一个账 安置在米家的屋内 这米家有了神堂 又制造已忽得和家中的神像 分派他一个儿子作祭司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 各人任意而行 犹大伯利行有个少年人 是犹大族的利美人 他在那里寄居 这人离开犹大伯利行城 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 行路的时候到了以法连山地 走到米家的家 米家问他说 你从哪里来 他回答说 我从犹大伯利行来 我是利美人 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 米家说 你可以住在我这里 我以你为父为祭司 我每年给你十四个银子 一套衣服和到日的食物 利美人就尽了他的家 利美人情愿与哪人同住 哪人看这少年人如同自己的儿子 米家分派这少年的利美人作祭司 他就住在米家的家里 现在我知道耶和华 必是福予我 因我有一个利美人作祭司 18章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 但支派的人仍是沉地居住 因为到那日子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为业 但人从索拉和尔什图打法本族中的五个勇士 去仔细窥探那地 吩咐他们说 你们去窥探那地 他们来到以法连山地 尽了米家的住宅 就在那里住宿 他们临近米家的住宅 听出少年利美人的口音来 就进去问他说 谁领你到这女来 你在这女作什么 你在这女得什么 他回答说 米家代我如此如此 请我作祭司 他们对他说 请你求问上帝 使我们知道所行的道通达不通达 祭司对他们说 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 你们所行的道路 是在耶和华面前的 一起祈祷 希望在主日聚集 敬拜的时候 是愿意你自己身满意足 不单止是在这个年中头 恩着我们的聚集 在我们的生命中 在我们的生活中 得到满足 因为知道我们在生活中 尝试过一个属于你的人的生活 尝试过一个经历你的人的生活 尝试过一个经历你的人的生活 我给这篇讲章 孙说 事实记十七十八章的题目 是以色列的非耶化 我们的非耶化 非耶化就是将耶和华剔走 将他飞了 什么意思 虽然不是那个非耶化 其实你看这个故事 你也明白是什么意思 在我小时候 回主日学 我不知道当中有些年轻的 或者回主日学 其他 当然成证叫成长班 的感觉是怎么样 在小时候 读到事实记的时候 那些是英雄 英雄人物 基颠 参孙 很厉害 但是 这个是我们小时候 读以色列历史的时候 一些印象 在以色列人读 是事实记 读约书亚记 读事实记 在事实记的编者 编战这些故事 是结合成书的时候 他就不觉得好笑 我们看上去有点滑溪 他妈妈 米家的妈妈 发奏起实 谁偷了我的钱 我就是骤他 骤他母后 骤他自己的儿子 我儿子听见 就吓得鼻哥都侮辱 妈妈的钱 有点钱 我们看上去有点滑溪 其实对于事实记的作者来说 一点都不滑溪 由约书亚到事实记 即是过了约旦河 以色列人进入上帝 在之前应许他们的列祖 给他们的应许之地 叫做进入了 一直到事实记里面 约书亚记 其实是过了河之后 约书亚记说 约书亚怎么带领以色列人 攻取那地方 要得地为业 一直到约书亚过去 事实记出来 你会发现到约书亚 尾的时候 约书亚记尾的时候 约书亚记二十四章 那里有句很出名的说话 是约书亚说的 就是他知道自己都离开世界 在约书亚世界之前 跟以色列人说 好像以前摩西跟他们说的 你今天要选择 每一代都要选择 你们前面的元岳团 我们连中坑的一代 我们连长的一代 每一代他自己都要选择 约书亚都要选择 你们要选择 今天到底要跟从耶华 不跟从 但是约书亚 至于我和我家 因为约书亚是一家之主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侍奉耶华 然后过了几节之后 再说我们必侍奉耶华 耶华是我们的上帝 其实如果你说那个就是高潮 那其实高潮是没什么好的 因为你知道高潮过后 就只有一个方向 就是落 如果你这么看的话 那是对的 事实上 那段说话 其实都不一定是什么高潮 而是起码 那一代 埃及经历抗野 那一代的人 最后一个加勒 约书亚加勒都逃了之后 基本上那些人 就已经很快就开始 是不记得上帝 就是入到加南 非耶化 非耶化就等于加南化 或者是加南化 是导致他们非耶化的开始 他们入到加南的时候 上帝之前 由出埃及 一路在抗野里面 一路入加南之前 都吩咐他们 入到加南之后 都是一样 你不可以跟当地的居民过那种生活 你缺乏了 由游木变成 粗木和耕种 不动 不会到处再走 那种生活方式 是加南人的生活方式 但是你却是不可以完全是跟随 那种加南人的生活方式 尤其是不能够拜他们的偶像 但是很快 他们就不记得了 有各式各样各种的原因 他们觉得拜偶像容易很多 而在《摄施记》第十七、第十八章 给我们看到 其实是拜偶像真的容易的 拜偶像 包括敬拜耶和华 这个偶像不是菩萨来的 不是关公 不是土地 不是天后来的 偶像背后就是代表着耶和华 上帝本身有什么不妥 是很容易的 这样一步的时候 就慢慢其他东西就跟着下去了 事实上 虽然这里是《摄施记》第十七章 好像就发结束 发生的时期却是进入加南地 没有多久 即是《摄施记》的作者 没有依照着时序来讲述那些事情 这是在摩西第二、第三代 就已经发生了 摩西的孙 就是那个利美人 年轻的利美人 年轻的利美人 所以是早期的事情 他摆在后期 这个我们《摄施记》里面整体的目的 我们不多说 但起码 我们要回头看 这个并不是后来演变成很早期 就已经是这样了 以色列人的《非耶法》 以色列人的《非耶法》 就着这个故事 我们有几方面可以看到的 第一 就是 如何《非耶法》 旅是马自边的村子 的《顺》 《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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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加和他妈妈都是依照本子办事的,做事很小心的,一中规中矩,到了第十七章第十三节 美加说,我知道耶和华必定赐福与我,因为有个利味人在做祭司,之前他就找自己的儿子做祭司 现在就有正正当当,有个利味人在这里,你找了传道人在家里,开谈东西,够正当了吧 似乎都是跟随规矩的,我们没有传道人就不要拔饼聚会了,不要拔足圣餐等等 好像很清楚的规矩,但是背后却是将耶和华他的上帝当做菩萨拜 当做菩萨拜有什么不妥,做一个像,做一个像,当上帝拜有什么不妥 第一届已经说了,耶和华是上帝不可以仿照天上地下,海里面一切的任何的生物 以及所有其他的东西,用你手做一个偶像来敬拜上帝 这个界命是这样的,当然我们要明白,为什么有这样的界命 就是你只懂得守那个界命,却不明白的话,是没用的 因为你可以不仿佛任何一样东西来说这个就是我上帝 但是都是在拜偶像的,因为你不明白那个界命的原委 我知道,上帝是个灵,没有实体的 所以你不能仿照任何一样的实体来做,这个就是上帝 因为这样就是对上帝一种的侮辱,一种的冒犯 因为上帝你看不到的,明明看不到的,你又说 你这张照片明明是这样的,张云开是这样的 然后你就自己画过公仔,根本就不像张云开,没有了两笔梳 这个就是张云开,那你对他冒犯,张云开一定有梳 有梳才是张云开的,这样是不是? 这样说得太简单了 即使上帝是个灵,你不能够是没有实体 你不能够仿照任何实体,代表着他也好 这个圣经里面也没有提到,这个不是原因,不能够伴偶像 原因根本就不是这一重 可能有另一重的原因,我知道了 上帝不能够将上帝等同天上地下的被造之物 这样是低贬上帝,因为你做出来的东西 要么就照着受造之物做,要么就一个受造之物自己想出来 即是说人都是受造之物,人自己想出来的 那也是不行,因为这样好像保罗喜罗马书第一章说 将不能扭坏的上帝的荣耀仿佛会扭坏的飞禽走兽来敬拜 将会扭坏的,当做不扭坏的上帝来敬拜 这个又是冒犯上帝,这里说得对的 圣经的确是有这样的禁止 就是说上帝喜同凡人 上帝喜能够和他所创造的东西 是放在一起来相提并论 圣经里面说到上帝和我们的分别 最经典的经文,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哪里 最经典的经文就不是创世记 上帝照着形象做男做女 就是我们照着形象做的 反而距离好像还拉近一些 最经典的经文其实是以赛亚书第六章 以赛亚在殿里面见到异象 是见到耶鲁华自己的宝座 还有见到撒拉弗围绕上帝的宝座 在这里呼喊,圣灾,圣灾,圣灾 那个三重的圣灾 圣是什么意思?就是以口黄的食,任的圣 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 你不需要做教会的老油条都知道 分别为圣,分别就是圣 分别就是圣 有时候我们叫圣结 圣结又跟干净有关系 上帝很干净 上帝很喜欢干净 所以谁不天天洗澡也很难抱上帝宽心 当然不是 圣结是一个帮助我们了解圣的形容词 因为圣是一个抽象观念 圣这个字就这样 放圣这个字出来也不知是什么意思 但有个结我们就明白了 是干净的 干净的东西你会怎么做? 洗完衣服你会把这些衣服怎么做? 在那里扔了一堆 又扔了一堆? 你不会的,洗完衣服你会摆在另一边 不会跟脏衣服在一起 不会跟其他东西混在一起 洗完澡你会不会走去 你是打球前洗澡还是打球后洗澡呢? 不是啊,我游泳前洗澡 游泳前洗澡是因为不想你弄脏的泳池 在医院里面越紧要越干净的东西 就越跟其他东西分开 隔离消毒 还要找把锁锁起来 不单是一些危险的药 干净的东西都是这样的 因为干净的东西就会和脏的东西分开 所以就用来帮助我们了解性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所以分别为性是对的 你就记住分别就是性的意思 但是圣灾三重的圣灾是什么? 就是说上帝分别分别分别 上帝绝对和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分别出来的 分开的 你不能够将上帝等同看得见 摸得到、接触到、经历到任何的事情 上帝有些神学家说 全然的他者 就是说你要敬拜祂的话 你是要就祂,祂想你怎样敬拜 你才这样敬拜 你不可以随便自己设计方法就敬拜 因为你任何的方法都是你自己想出来 要祂说,这样才是 所以以色列人在这里是执得很准的 而米家正正在这里是犯错 以及利美人也是犯错 因为他们将上帝续化了 做了这个像 一样的那样地银行为 买费的和黑的银行为 买费的银行为 米家偷了妈妈 1100泰克力 那里大概是28磅 每14泰克力 就是4盐 4分1磅 所以1100泰克力 大概是28磅 28磅即是多少钱 28磅即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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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磅即是很重的 2个保领球 凹得死人 2个保领球 28磅大概90万左右 不少钱 90万怎么这么多 首期现在都不行 首期都不行 三成首期真的搞不定 但是你要知道以前是没有什么好买的 没有什么买的 这个世界上我们的消费 一下子就用光了 那些酒都可以 联储 那些酒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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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下子就 是可以消费的 其实90万 但是你要知道以前世界是没有什么好买的 没有娱乐 没有摩 没有shopping摩 没有什么好买的东西 穿完自己补回去 补钉 补一下补一下 所以那些钱 基本上主要财富 真的仍然在地上 有了钱 最好的钱做什么 都是买地的 如果有人买给你的 都是买地的 因为没什么用的 那另外一种主意 就是住一个东西 走去拜 米家就把那块银 他妈妈给他 其中二百四克 拿来是住去拜 正正就是 我们说违反了十届里面的第一届 而且 他好像是不当上帝是一回事 上帝是和所有的东西都分开的 他居然是把上帝 所以他在局限了他的帐 事实上是在局限了他的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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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如果看十八章的第二十四节 那这个故事我们读到十八章六节 没有说下去 其实后面的故事就是这样的 可是他就把他之后 探了探之后探地 就经过北上 经过以法连山地 米家的家 他们就在家里面碰上 找到利美人 然后就是敏仰安 平安那边就去 然后便继续北上 结果找到个城镇 这个城镇是很孤立 又没有人帮他们 发觉他们将来应该打了城镇 拿他们做得地为业 就得那里了 他们分了回来 回来南下 和他们打的支派人说 我们就去打啦 然后就带兵上去 去打个阵子 后来那阵子就叫打 又经过米家的家,去到米家的家的时候就抢,那些银来的,如果是14克就是4分1磅,0.25磅 200克,有多少磅,5磅,5磅的银,还有其他的神像的抢,接着就跟利美人说,把利美人都抢走了 那抢的时候,米家知道这么多人来,他当然知道了,就不肯过去找家丁出来和他对市,人家几百人对你几十人,不可以打,米家就哭喪,如果我们看18章24节,所以有点灰鞋 米家说,你们将我做的,将我手所做的神像和祭司都带了,我还有什么东西啊? 对他来说,神就在那里了,所以接着就是我们的第二点,当你把上帝变成一个菩萨拜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问题出来的呢? 就是你将上帝变成一个菩萨拜的时候,上帝是完全是和所有的分别出来的,以至你不能够仿照任何东西来敬拜他,对 但是更加重要的,你做任何一样东西,一拜的时候呢?当上帝变成一个菩萨拜的时候呢? 那我还剩下什么东西呢?as if 连神都没有了,连耶和华都没有了,好像他久而久之就把这个仗就当成神来拜了 他明知耶和华是创天造地的,但是他做惯了都当上帝就这样,所以他哭死了上帝在那里 你说,张先生,我们现在都不会了,哪个家里有个仗的,十字架上面都没有耶稣在那里,拆了下来的了 本来有的,买回来的时候都是叫他下来好些的,我们家里没有仗的,这段经文不关我们的事 但是什么叫挖死了上帝?对于米家来说,他挖死了耶和华在那里,耶和华是属于他的 他要搬,在那里,在那里,在那里,而且他可以靠耶和华赚钱,赚钱,别人来拜,可以连香油的 一样可以的,好像我们香港的庙,好像台湾的店铺,街铺,台湾的店铺是有庙的街铺 进去就有几间店铺,这间是茶餐厅,这间是时装店铺,接着有间店铺,是店铺,是店铺,进去就可以连香油的,可以做生意,开门做生意的 米家把上帝挖在那里,我们没有这么做 我们今天一样是有可能,而且经常做了,米家都说有个像在那里 人家都可以指着,把整个像在那里,骂他,我们现在更威胁,家里没有像的,没有人骂得我们拜偶像的 其实是,但是拜偶像要有个像才可以拜的吗? 你将耶和华限制了,拜偶像的意思,其中一个意思是你将他限制在那里 你是拜这个,不是拜其他东西,你是限制了他 我们基本上都是经常限制着上帝的,我上班的时候,上帝不要管 我们将上帝限制在那里,你和我都有可能,可能甚至已经做了 就是我就不会了,我将上帝限制在我自己没有会 你可能将上帝限制在城镇那里,关闭门,出去的时候 我留在上帝上面就可以了 上帝便不要理我,上帝要是做什么,在工作间上做什么 你不要理我,我夫妻的关系在外面 有老婆,不理得我这些,过时很难 我找资料的时候,有个教目说这件事情 他说有个会友去向他,求为他祈祷 他说我有个外遇 求上帝帮助我 看看有什么帮助 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睡了 你要求神帮助你 让你知道怎么解决有外遇 有包盐拉的问题 这个是将上帝挂住了 需要求人跟你代讨 求上帝帮我解决这个包盐拉的问题 你明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 所以这个人根本就是将上帝 我的美其名就好像仍然是向上帝求 其实很明显这件事是一清二楚的 他将上帝踢到外面 我的性关系、男女关系上帝不要理我 那么我家家鱼都要求一下 看看怎么真的很烦恼 怎么办上帝帮下我 很夸张 这些事经常发生的 你想想看的时候 上帝不要惹我身边 哎呀我上网你别看我啦 这些是私隐来的 其他人不可以看别人上网是不礼貌的 这些是服务的 你别装上帝的镜头 你坐地铁的时候 别人在做什么crush 你别装上帝 不行的 上帝你别装上帝我 我上帝看 你将它挖 挖开了 上帝这些事不关你事 等同拜偶像 因为你挖死了 上帝这些事你不能理的 在南美关上上帝这些事你不要理的 挖死了 等同拜偶像 有一次我不是去港道 就去聚会去我一个师兄的一间性工会 去教会那里聚会 那我就聚会 那时间没到 那些大英姊妹如冠日常 我突然间看到那时候夏天 突然间看到有个姊妹 就穿着T恤 我穿着T恤 大个Bucks Bunny 不是Bucks Bunny sorry 是Playboy Bunny 说错了 不是卡通片的Bucks 是Playboy的Bunny 整件事都出来了 我说有没有搞错 那么笨 为什么要跟人买高白 现在我们这些衣服全部都有高白 对不对 那点当然就不是跟人买高白 那点是 你知不知道Playboy是代表一种 什么的生活态度 什么的生活方式 什么的价值取向 你大件支出在那里 整个Playboy Bunny 好威胁 接着穿着衣服来到是敬拜 我说 连你穿什么衣服 上帝都要理 为什么穿衣服上帝不理 什么衣服都可以穿的 你销售什么的生活方式 你和我的生活当中 有什么的位置 是你叫上帝 这是没理 这是我自己做决定 不关你事 都是最好 只眼开只眼币就算了 你 有没有这样的位置 有这样的位置的话 你就是在拜偶像 将上帝当作偶像 这样拜 最聪明的都是这样 都仍然是拜偶像 因为你跨死了上帝的位置 离开了的位置 你就看不到我偶像 不需要理 偶像理不了你的 所以拜神那些人 你看到都是 中国民间宗教 拜神的人是没有教化的 对不对 就是你喜欢什么时候拜 什么时候拜 平时会不会有人 你会知道 你的朋友 亲戚朋友 做事那里 那些人去拜神 今天王大仙上我做什么 王大仙教导我要做什么 或者关帝教导我要做什么 因为黑道也是拜关帝 王弃也是拜关帝 很明显是关帝没得教你的 没什么教你的 怎可能有什么教你 没有教法 就是你离开了就不用怎么理 他理不了你 你也不需要理他 离开了个位置 但去到个位置就一定要这样 什么叫做拜偶像 你跨死了他就已经是拜偶像 你有没有跨死上帝 米家跨死了上帝 所以以色列非耶化 以色列的堕落 不单止是这样 尼未仁 我问大家尼未仁 将上帝不单止跨死了他 上帝有用的 耶华有用的 就是为自己带来好处 带来益处 我们相信上帝都是得福 是想在上帝面前得到恩典 我们每次祈祷都是多谢上帝的恩典 很明显 相信上帝有恩典 否则没有 多谢 多谢 事实上是 在第十七章 最后一个节 我知道尼未仁 必刚才读过 必赐福与我 因为我现在有一个利美人做我的祭司 是有些功利主义的 米家敬拜上帝拜偶像做的东西 也有些功利主义 执正来做也有些功利主义 不然上帝才会听 不然上帝会不听 我们刚才读 连那个年轻的利美人都是功利主义的 刚才说过 米家就给他读经的时候 就给他一年十四客 但是衣食住行全部包起 就再给他十四客 没有东西买的 所以那些钱是只存储的 OK的 你不能够说 十四客等于一年大概八九千元 八九千元一年 说最低工资很低 大哥 现在一个月就应该八九千元 最低工资来说 现在是一年 但是他们没有什么需要购买的 衣食住都搞定了 就没有购买 所以是OK的 不能够商提并论的 但是当诞人来到是说 你跟着我走 因为他把米家家的神像都掃光了的时候 剩下一个利美人都不知道做什么了 而且他诞的支派 诞人都知道 米家那么厉害 知道要执政来做 他们都知道要执政来做 但是他怎样怂恿利美人呢 就是你想做一家人的祭司 还是想做我一个支派的祭司 就是说 no brainer 是吧 不用想了 就是可能 你想做一家五十人教会的牧师 还是想做一家五千人教会的牧师 就是说 当然是五十人教会牧师 是吧 我昨晚的时候是说五千人的 当然是五千人教会牧师 后来被同工收拾我 就说 不是啊 张先生 其实是五千人教会 没有人敢去 去什么 五十人可以 所以说是五十人 好功利主义的 利美人就跟着他做一个支派的祭司 就陷以法连 之前陷以法连 当然米家自己有罪 还有陷但于不宜 但自己有罪 如果我们读 没有读到的 第十八章 不听我读出来就可以了 第三十三十一节 最后那两节 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 摩西的孙子 格讯的儿子若拿丹 和他的子孙 所以是第三代 这是早期 刚刚入了加铒地 没多久发生的 不是那么后期发生的事 他的子孙做但之派的祭司 直到那地诸劳略的日子 上帝的殿起士罗 多少日子 但人为自己设立米家所雕刻的像 亦都起但多少日子 是很功利主义的 是要有杰克嫂 所以他们才会 是这样做 求上帝 是求那个益处 但是上帝要我们怎么对他 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没有夹的 我不知道今天读经是读诗84篇的 刚才诗诗84篇 怎么说呢 我心是渴慕居住耶华电宇 在这个电宇那里住一天 就胜过其他处住一千日 千日 但是最经典的那句 就是麻雀都在这里找到房屋 燕子都在这里找到普错之窝 你想想 通常这句就是很温馨 上帝连麻雀燕子都照顾 就像耶稣说的那种比喻 天空的非料 又不积又不收割 但是都养活 这个很温馨 上帝照顾这些东西 但是你想真一点 城镇有没有一个 城镇屋 城镇有没有 城镇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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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话 这个不是大卫作 大卫作都是没有圣殿之前 是可拉的后裔 可能有可能没有 但是无论如何 都是很厉害的 就是那个地方 没什么人管的 小雀都在那里做了巢 麻雀燕子 在那里飞飞 就是说 没什么人管的 你那些地方住一天 盛过其他地方住千年 你猜是 一天后门后门 三米高的门 你猜是 你猜是 当然不是 但是什么意思 这么厉害的地方随时 家里比他豪华 家里你也扫走了 不让他去教一会 因为有禽流感 你那里说 住一天 聖过我们住千年 意思就是说 离敬拜上帝 就是上帝本身吸引你 不是那个环境 不是得到什么好处 当诗人在诗篇十六篇说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他的意思不是说 我有你就一切好处都有 不是这样的意思 因为外面的都有很多好处 坏人得到很多好处 不敬畏上帝的人 不认识上帝的人 他生活里面有很多好处 那点不是说 我的好处不在耶和华 你以外 意思就是说 有了耶和华 就一切好处都有了 意思就是说 我只要你 唯有你是我想要的 其他什么都没有 有好处 没有好处 我只要你 当我说 我的好处在你外面 找不到 就不是因为你一切的好处都会给我 因为外面实质上 真的有好处 而是 我只要你 为了你 而要你 为了敬拜上帝 而敬拜上帝 他们的先知识的信仰 纯正的信仰 摩西的信仰 最关键的地方 就是上帝本身 就是他们 所要追求的那一位 所以但以你 那三个朋友 贴手里 是不是不贴的 尼保加利山说 整个神像 他不拜 就被人告法了 就扔了那三个朋友 到火湖那里 也是《世国主义学》的 很出名的故事 火湖 火遥那里 那他们 尼保加利山 就是爱财 那三个人才 好心你拜一下 拜一下 有什么事 立刻带你回来 我下了令 我都改不了 你快点 一拜就立刻 搞定了 不用扔你下去了 那三个人就说 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 要说 必然要救我们 那就是好处 好处 我们怎么也不会拜的 因为我们的上帝 必然会救我们 那这个都是正常的说法 因为上帝的确会给我们好处 但是重要的 以色列人的信念 的基础 就不是前面那句 以色列人的信念 的基础 就是后面那句 后面那句 有四个字很重要的 即或不然 就算上帝不够 我们都不会敬拜你的仗 都是不会拜你的仗 意思就是说 他们敬拜上帝 敬拜耶华 以色列的上帝 不是因为 耶华必然会救他 他们必然在耶华手上 得到一些好处 他们的立场 即或不然 就算死 就算没有好处 在这件事上面 没有好处 我们都不拜 不好意思 当然我们知道结果 但是立场的态度就是 为了上帝 而要上帝 因为他是上帝 我要他 而慢慢 当是我们功利化 当是祭司 可以被钱买得起 当是军队变成雇傭兵 军队自己日午 就是为了精忠报国 变成雇傭兵 的时候 我不是说这样 那乘浸以后 不需要出粮了 所有船道人都没有粮 我被人突变一次 不是这样的意思 而是说 当我们自己的信仰 不要看在别人那里 利美人是船道人 看在自己那里 当我们只是看着 上帝的恩典 变成是利益挂岁的时候 都是把上帝挂住了 上帝要我们追求上帝 就是因为他是上帝 而追求他 最终 最终 我们要问自己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有没有把上帝圈起来的行为 最终我们要问自己 我 相信上帝 敬拜上帝 为什么呢 动机是什么呢 我 在不同的动机 会不会影响我敬拜的方式 我们要问自己 因为 上帝是无事无刻的 不是我们上帝 我们每天都要审视 来学习 来敬拜 我们的上帝 没有学完的日子 每天都要学习 每天都要审视 以至我们越来越懂得 如何去敬拜我们上帝 一起低头的日子 一起低头的日子 我们是我们的上帝 是 对你的态度正确 是尋求你的面的时候 是我们能够得到你自己的怨恋 随听我们祈祷 奉主耶稣基督明求